花蓮市的幼儿园2020闪亮亮圣诞夜童欢活动 24号晚间在文化局演艺厅盛大举行 市长魏嘉贤和幼儿园的园长曾凡杰 还有贵宾们都穿上应景的装扮 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 炒热气氛 而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晚会活动 在欢笑与爱当中为孩子童年留下美好回忆 换上圣诞装扮带来一首首精彩舞蹈表演 不要怀疑他们不是新的偶像团体 而是幼儿园的老师们 这是24号晚间 花蓮市立幼儿园在文化局演艺厅盛大举办的 2020闪亮亮圣诞夜童欢活动 除了老师们准备的开场表演之外 市长魏嘉贤和幼儿园的园长曾凡杰 还有代表贵宾们 也一同上台和小朋友们 扭腰摆屯欢庆圣诞夜 绿色请起立 好美的大树 好几分 接下来是红色 红色请起立 红色好美哦 那今天花蓮市立幼儿园 也举办了一个圣诞的活动 那我们在花蓮市立文化局里面 的表演艺术厅里面来做表演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幼儿园的 我们曾园长还有我们的家长会 梁会长 那一起在支持 然后也推动幼儿的教育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是三个年级共同的演出 那我们希望说在圣诞的表演里面 每一个孩子在练习的过程里面 也获得满满的一个学习经验 那在上场表演之后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 在人生的一个记忆里面 得到非常棒的一个回忆 那让每一个节庆 每一个节日的一个意义 都能够留在脑海里面 那也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教育 那再次也要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 那配合防疫的政策 一起在推动我们幼儿教育支持 也能够落实防疫 让每一个孩子也能够尽情的表演 尽心的表演 那我们欢迎市幼儿园 长期在推动幼儿教育的过程里面 也非常感谢我们代表会的 一个大力支持 让我们整个在推动过程里面 不论是经费还是设施也好 都能够得到非常大力的益助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家长跟孩子们 未来在就学的部分 能够选择花里斯蒂园儿园 我们会全力的来照顾我们每一位孩子 圣诞晚会节目 由各班小朋友们轮班上阵 可爱逗趣的演出猛般全场 让家长们争相拿出相机 拍下这难得的精彩画面 而一系列晚会活动 除了展现出小朋友们平日的学习成果 也让他们在唱跳跳的过程当中 学习团体生活还有各项技能 大小朋友沉浸在欢笑和爱的氛围当中 为孩子的童年留下美好会议 据学习的群花里斯报道